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鬼故事 是关于JB的一对高中同学 毕业之后他们被迫要分开 分开之前对彼此下了一个承诺 我们一定要永远在一起 时间真的是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女生在吉伦坡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大老板 驾着名车带他去很高级的餐厅 他现在想要追求的是荣华富贵的生活 男生迫于无奈 从JB加摩托上吉伦坡 希望就是跟他谈判可以再回一起 可是女生就狠狠拒绝了他 一时激动起来 拿了一把刀 割了自己的手 可是那个女生依然无动于衷 看着那个男生 跟他说 我已经不爱你了 你就不要死缠烂打了 过了很多年后 女生终于成功地当了富豪的老婆 生了一个儿子 可是那个儿子每天一到了半夜十二点的时候就会在那边 哇 就把父豪老公也离开他了 女生就觉得很伤心 带着他的儿子回到家乡 有一天他跟他的儿子在房间里面睡觉的时候 然后他儿子忽然间抱着他 抓着他紧紧的 忽然间那个儿子 一张开嘴 全部都是牙 尖尖的牙 那女生就吓到了 为什么会有牙 明明才这么小而已 然后那个儿子完全不给他机会 他说了一句话 我就连死我要你死在绝壁 然后就咬着女生的手 他的手一块一块的被死烂了 小心 以后面偶然